大家好,欢迎又来到这个不独庸频道 今天是2024年7月31日第1310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 梅峰银行,好夜啊! 在我们这一集没正式开始之前 在这里呼吁各位 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们可以给个like 分享我这条片给你的朋友 还有订阅我这个频道 在这里多谢各位的光顺啦 那我们今天要讲讲这个心证和上证 也是我们应该最后一次讲的啦 因为呢,这一段时间都见他吵吵吵吵吵 但是今天呢,两个市场都升得非常帅 可能是最后一天啦 那么在这个7月底之前呢,就升一升 但是呢,其实呢,两个市场的指数呢 都是比以前低了的 譬如好像这个心证呢 理论上应该是9000点以上的 那么现在呢,只剩8700几点而已 那么至于上证指数呢 理论上,最基本的应该停在这个3000点以上啦 那么当然今天有得升 但是呢,始终都是3000点以下 而且今天呢,那个成交金额呢 那,很明显可以见到啦 今天呢,是超过9000亿的 那么,所以超过9000亿的话呢 是不是跟平时那些6000亿都不够那些 是不是差很远啦 好像今天呢,特意是有人踩场进来的 那么所以呢,今天升得特别漂亮啦 好了,那么根据这两个指数都升得这么漂亮的话 那么,回来我们香港这边又怎样啦? 哎,今天是不是升得漂亮啦? 那,今天的恒生指数呢,就全日升了341点啦 差不多是全日的高位来的啦 那么现在呢,恒生指数保持在这个17344点的一个水平 就是说呢,其实整个月呢 呃,技术性呢,已经有两次 啊,起码有两次呢,是跌穿了这个17000点 但是呢,如果你看到数字上呢 那么久以来呢,都没有跌穿过17000点的 所以,没办法啦 现在呢,如果我们呢,是恒灾乐祸一点的话 那么,在8月份看看有没有机会呢 就是这个恒生指数呢,会 会,贴贴实实的那样 真是有一个收市的金额 是跌穿了17000点 到时呢,就可能会引起惊慌的啦 不过大家呢,很喜欢看这些刺激游戏的 那,在这个第五个星期 就是说,最后这个星期的第三个交易日呢 加上之后呢,其实就整个星期呢 就升了323点 好了,但是呢,如果我们说 啊,整个月来看的话呢 7月份的恒生指数呢 其实最终都是要跌的 那么跌的幅度呢,其实也不算多的 哈,大概跌了373点左右 所以呢,呃,整个月呢 有升有跌这样 那么,如果你们是喜欢玩大小的 就是玩升跌的 那么,7500,7200呢 就適合你们的口味啦 那么,如果你们掌握得准的话呢 其实呢,那个收入呢 会是相当之不错的 不过呢,有没有那么厉害啊 是不是?估到都总 哈,想它升就升 想它跌就跌 应该都挺难的啊 那,另一方面呢 今天那个恒生指数可以升的话呢 不知道会不会是和这一段新闻有关 那,就是说我们 香港的第二季的GDP的增长呢 就是好过预期的 那好过预期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强心针啦 哈,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所说啦 我们今年的第二季的GDP呢 较上年同期呢 的实质上升了3.3% 哈,也都呢 是比呃,预期好 因为预期呢 就是大概升2.8%而已 那今年有成3.3%喔 多了成0.5% 是不是值得庆何呢? 那,而且呢 我们今年的第一季呢 那个上升幅度呢 就是2.8% 所以呢,第二季呢 现在有3.3%的话 应该就叫做加速了的 那,政府呢 当然是这样说啦 他说我们香港呢 今次呢 那个季度呢 可以录得这个温和的增长呢 那,余下的年期啦 就是下半年啦 希望呢 就继续呢 可以再增长 那这个当然啦 那,至于呢 在这个访港的旅游业啦 就是这个旅游业啦 就是这个旅游业啦 和这个私人的消费呢 和这个中央政府呢 推出多项的 优惠香港的措施呢 所以 加上我们本地香港政府 哇,就是什么都说出来啦 加上我们本地香港的政府 大力地去提振这个市面的气氛啦 亦都呢 令到呢 就业呢 改善了啦 所以 都会带来一些支持的 那么 这些基面因素 都说出来 是好东西啦 但是他后面又补充了一句 他说 不过 这个旅游 就是这些旅客啦 和我们香港的消费模式呢 其实已经改变了啦 那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政府大力提供这个 提供这个 提供这个市面的气氛 是不是有帮助呢 好像说到无铃两可喔 但是我们就知道呢 小民的 市民的消费模式呢 改变了 怎样改变啦 咦? 喜欢北上消费嘛 那在香港呢 就作为一个基本的消费 那又死了了 他说 加上呢 我们说完的汇率呢 相对是偏强 那这个的确是的 人民币贬的话 很难叫人来的 是不是呢 所以呢 他说这些这样的 旅客的消费模式啦 本地人的消费模式啦 港元偏强啦 这些呢 都可能呢 在下半年呢 都会抽着香港经济的后腿的 所以呢 都会带来新挑战 哎 好的都被他说了 坏的都被他预了 那就是没什么说啦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就看看我们今天 我们的狮子银行 就是我们香港的本地银行呢 又发威了 那发威是好事来的 因为他沉寂了很多年了嘛 那也都呢 令到很多人都很伤心一段时间了嘛 那这一排呢 就真的是神用了 所以呢 这些呢 业绩好 带动股价上升 加上还有得派特别股息 股息 还有普通股息呢 也都是回到以前那旧的水平 那还好像多了点 所以呢 加加万万之后呢 一看下去 咦?回丰银行 今天真是好事哦 昨天我们呢 就讲了这个13009集啦 那这个题材呢 我觉得都挺有趣的 应该会吸引到些人来的 谁不知呢 我见到呢 就是post了上网之后呢 即是已经公开了之后呢 咦?有人看哦 有很多人看哦 但是奇怪的就是 咦?为什么好像没人留言呢? 不过后来呢 没多久之后呢 就陆陆陆陆陆陆呢 那些留言就变成了出来 那可能呢就是这个YouTube的system 有点问题啦 好了 昨天讲的这个陈启宗 就要含累呢 就要公布这个行农的业绩 因为呢 一公布了这个业绩之后呢 就给人呢 股价被人洗仓了 那么就跌了很多啦 那么这次就很大事了 那他内地的情况是未许乐观的 其实我在拍完这条影片之后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我又那么喜欢这个陈启宗 又喜欢听他说话 那为什么我最终是没有落财去买他的股票呢? 反而就是在高位的时候就全身而退 如果不是的话 今天就真的整副都是屎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反复想完之后我发觉一样东西 就是陈启宗他懂得说话 但是呢他因为他太过黑销他这个行农地产 在大陆发展的潜力 所以我就觉得 哇,有什么好到这样啊?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我小心了 那幸好这个原因小心了之后呢 我才什么呢? 才没有落财 那李嘉诚他说的话呢 我一定是听的啦 但是陈启宗我没有说他说得错啦 他其实都挺肯说话的 只不过呢,在我的留言里 有些网民呢也都说了啦 这些人说话实在是太困难了 我都觉得是的 就是有时候说话呢 有些是比较轻挑一些 好像又看不起一些 世俗的人好像只有他是最聪明的那样 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态度可能就不是那么好啦 那加上呢,他经常吹嘘他自己那些大陆的行农地产 他想怎样好怎样好的话呢 那最后呢,他昨天公布了一句业绩 最后就要死死气 就要承认一样东西咯 就是内地的消...就是这个高... 高阶的消费品呢 是不行了嘛 那就是说什么呢? 不是他的商场不行啊 是那些人不愿意消费 那他就死了咯 所以昨天呢,到目前为止啊 我现在在录音拍片的时候呢 这一条片都已经去到两万八千个人看过 那所以在这里呢,肯定要多谢各位的帮忙啦 那至于今天的行农地产呢,就跟着一个大市啦 那叫做...勉强都叫做升上两个百仅啦 大佬,那昨天跌了十一个百仅 今天升上两个百仅 都是不够的啊 现在都是大概是五个七毫半啦 那其实呢,他还有很多花水呢 其实一集呢,是说不完的 喏,不是想看行农 只不过呢,行农呢 在内地呢,他是一个大好友来的嘛 那他是大好友 他带出来的信息呢 就是差不多代表了所有香港呢 有份上去大陆发展的那些地产商呢 个个都乱惹 现在只不过呢,是看哪一个乱惹最金的 那...新世界可能是啦 新地都可能是的喔 因为呢,新地在内地呢 也都是真的有不少项目的 不过行农地产呢,他没有新地那么强壮啦 那但是他乱惹的话呢 不知道怎么收货的啊 现在还没知道 不过呢,他的儿子就已经乱惹了啦 被他老爸推了上来 话说呢,今年的四月份呢 这个陈文博呢,正式呢 是接任这个董事长的职位啦 那这次呢,就是第一次 就出来这个业绩公布会啦 惨! 哎呀,一出来呢,就乱惹了 是不是呢? 被人问到口咬咬咬的怎么办呢? 那多次呢,他就强调了 这个陈文博啊 那他呢,多次强调了 在2024年呢,派这个股息呢 派这个股息呢 原来呢,就是一个叫做重整的一年 为什么要重整呢? 他说由于呢,内地的数据呢 有较大的大逆风 啊,就是说呢 没有想象中那么顺风顺水 是逆风啊,还是大逆风啊 加上宏观的挑战 应该是说宏观经济啦 那说来说,他就是内地经济不好咯 是不是呢? 不过他用一些文雅的说法 那他说,其实呢,压力是非常大的 那我都知道你非常大 如果不是,你都不会减派股息啦 那加上零售市呢,压力呢 也都是大于预期 就是我所说的 喂,在上海真的都已经没有人肯消费的啦 所以呢,经过董事局的调查啊 或者审慎考虑之后呢 最终决定呢,就好像他老爸所说 保本保命 所以呢,唯一做法呢 就是减去这个减少派发股息 保留多些现金在公司 那就稳妥一点咯 那陈文博呢,也都继续说啦 他说往后呢,这个行农地产呢 派息都会参考现在的情况 也都会参考同行 就是其他的公司 如果其他公司都减的话 那他就一起减咯,是不是呢? 他说这几年呢,还是会派高一点点的派息的 那希望呢,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呢 可以回到他之前的持续水平 那这次减下来呢,应该就不是开玩笑了 因为呢,这个行农地产的行政总裁 这个卢生,卢伟柏呢,他也都说过 他说暂时来看呢,行农地产的派息的率呢 是较同行的高 所以呢,有时呢,被人反问就是 喂,你究竟哪有能力继续派这个,派发这个股息啊 那他呢,就说去年都没有减到啦 因为去年的业绩呢,但是过去那六个月呢 那,就是说呢,在突然间在一个逆转之下 六个月里面呢,突然间的变化非常之大 那,令到他们呢,没办法呢 就是不作出一个审慎的考虑啦 所以呢,他也都说明的了 他说,如果市场呢,是没什么太大的回复的话 就是说还是坏下去的话呢 那全年的话呢,会和全年的派息呢 会和今年上半年的派息一样,减三分之一 那就是说,换句话来说呢 大家呢,如果拿着行农地产的股票的话呢 你都预计呢,全年来说呢 就扣减三分之一咯 那三分之一呢,算不算是很坏呢? 那我就不知道啦 那但是我没有股票一手嘛 但是他说希望呢,今次的减息呢 就是希望呢,日后呢,减少再减息的机会 那,希望他做得到啦 如果不是说,买你这一间公司的股票呢 就很大获的 那市场上呢,有很多大行呢 其实不是大行,大小行也是的啦 对这个行农地产呢,看得呢 都是比较淡一些的 所以呢,他现在的股价 你说拨不拨得过呢,你自己想啦 所以,陈启宗就走了啦 他儿子刚刚上场第一次交的成绩表就买了 那往后的日子怎样捱下去呢 我都不知道 总之一句说完 香港的地产股呢,全部都要小心 因为他全部都在大陆呢,都应该拨了 问题是拨了多少回来的意思呢 现在呢,就是那些大行啦 或者那些大公司呢 陆陆续续是公布上半年业绩的时候 那昨天呢,就是这个 渣打银行呢,就公布了业绩啦 那派息方面呢,就增加了很多 但是,说就说增加了很多 其实那个派息回报率呢,一点都不吸引的 不过呢,因为这个渣打银行呢 都不是我杯茶 也都呢,我对他印象呢,都是很一般 可能就是因为他派息太过少啦 那所以呢,就吸引不了我啦 那,汇丰银行呢,我跟他呢,就很有渊源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买了呢,都是输的 所以呢,就特意要说一下啦 不过,我输钱而已 汇丰银行呢,在香港人的心目中呢 都是拥有一定的地位的 好啦,那今天呢,汇丰银行呢,就公布了业绩啦 那他公布了两个业绩 第一个呢,就是他第二季的业绩 第一个就是第二季的业绩啦 第二个呢,就是他上半年 全年的表现,上半年的表现如何 那这两个呢,大家比一比 再看一看呢,自己再想一想 未来日子里面是怎样的 因为如果你手头上拿着股票的话呢 去留呢,就要靠你自己去判断啦 那,汇丰银行呢,就公布了第二季度的营收啦 就是收入啦 总收入就有165亿美元 美元是算的 那比预期好啊 因为预期呢,那些人就大概估计161亿左右而已 那现在呢,多了4亿出来,那都算是挺好的啊 那,汇丰银行呢,其实呢 有分开做三大收入区的 那,第一个收入区呢,就叫做 财富管理及个人银行 那这一个的收入呢,就占了71亿左右啦 那占整体的收入呢,大概是43个百分比 第二个呢,就叫做工商金融的收入 那这个收入呢,就占大概32.4个百分比 好了,最后一个收入呢,就来自这个环球银行 和这个资本市场的收入 那这个呢,就大概占24个百分比 那所以呢,你看到这三个范畴呢 那当然最重要当然是这个财富管理啦,是不是呢? 因为占了整个公司的收入的四成多 那如果这个倒档的话,那还得了的,是不是呢? 好了,第二季度呢,随税前的利润呢,就有89亿 那比预先估计,人家估计大概是78亿左右 那这次呢,就帅哥很多啦,是不是呢? 那当然有股息派啦,中期股息都是派10美先 那你自己计下啦,10美先乘回7.8 那大概多少钱你自己计一计啦 不过同时间呢,梅峰银行也都再宣布呢 再展开多达30亿元的股份回购 哇,就不开心,是不是呢? 刚刚才说那上个30亿用完,不用怕 现在立刻公布呢,第二个30亿呢,又刹到来啦 所以呢,所以是一件好消息啦 那公司上半年啦,即是由一月份至六月份啦 整个半年来看的话呢 除税前的利润呢,就有216亿美元 那但是没用啦,你都要除税才行啦 好啦,那除税之后呢,就没有216亿啦 就跌到下去只剩下177亿美元而已 那这177亿美元算不算是好呢? 他说呢,如果跟2023年的上半年比较呢 是少了少少咯,少了4亿美元咯 跌幅大概是2% 即是那个盈利方面是跌了2% 但是呢,今年的上半年的收入呢 有373亿美元啦 其实呢,如果跟2023年的上半年比较呢 那生意就做多了4亿的 那所以呢,就多了1%那么大把咯 其实呢,来来去去都说什么呢? 平稳,两个字而已 那,其实呢 如果你看看中期业绩的话呢 2023年上半年呢 在这个,呃,用港币来计算的话呢 这个汇丰银行呢是赚到1330亿元左右 但是其实呢,如果以今年 啊,除税后的利润有177亿的话呢 乘回7.8呢,其实无形中呢 是多过去年的同期的哦 不是少过的哦 当然,有机会是我计算错了 不过我就用很简单的 就是177亿美元乘回7.8 就变回港元来计算的话呢 似乎看上去呢 这个盈利呢 是比去年如果用港币计算的话呢 是有进仗的 所以呢,不是说特别差啦 那,今年呢 上半年的汇丰银行的派息呢 就非常之好了 我的朋友呢 个个都笑得奇奇一声 为什么呢?因为有特别股息派嘛 所以加上特别股息呢 其实今年上半年呢 汇丰银行派得非常之好 那下半年又怎么样呢? 都是两个字 平稳,是不是? 那还有第三期的股息啦 和最后一期股息啦 但是最后一期的股息呢 因为上次已经加了的了 所以今年来呢 我就不觉得会不会加咯 但是如果有得加的话 诶,那就额外的惊喜给我们咯 总之不用担心嘛 那,今年2024年呢 全年的股息 包括了特别股息在内呢 一定是比2023年好的 这个呢 都是这个汇丰银行股价的催化势来的 好了,下来呢 这个节目的尾声呢 大家都要听听啦 哈,汇丰银行今天的股价呢 哇,升了4.6%以上 那现在的股价呢 就是69.9毫半 诶,这个真是正一坏东西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的波幅呢 喂,你多多五仙上去 那就是见到七字头咯 是不是? 虽然说不是差很远 但是心理上 如果你见到七字头的话 会开心很多嘛 不过不要紧 今天呢 汇丰银行交出一份漂亮的报告出来的话 就是业绩好的话呢 那今天才公布而已 那你都被人多挤两天啦 分分钟两天之后呢 那个股价还会嘣嘣嘣声上升了上去 那如果升得上去的话 当然当然是最开心啦 那如果我们撇除了啊 撇除了今年来有特别股息之外呢 其实汇丰银行的股息收益率呢 这个6.8%呢 是正确的 那就是说呢 是恒常派息的方法来计算的话呢 6.8% 那6.8%来说的话 对你 如果你持有这间银行股票的话呢 你觉得合不合理呢 那你自己去想啦 其实6.8%也不错啦 就是如果你放一百万下去 那一年呢就有六万八千元给你 那除了十二个月 哇 那一个月也有五千多六千元啦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是不是叫做不错啊 那当然有些人会大贪一点 觉得 哎呀 现在市场上很多都 派息很好的 记住啊 派息很好呢 都要稳定才行的 是不是呢 如果不稳定的话 都没意思的 今年派得多 下年又减多些少的话 那根本没意思的 那那 汇丰银行的呢 前一段时间刚刚公布完啦 就派完息啦 就是 动用了三十亿去 这个煤购计划呢 已经完结啦 那么 但是新的三十亿呢 又继续出来了喔 所以绝对是一个好消息来的 那汇丰银行还有一些好消息的 不过这个好消息呢 会不会带来下半年再派特别股息呢 我觉得不会的 不过如果明年有得派的话呢 那又有机会喔 因为现在汇丰银行呢 正在报道上呢 说在考虑着出售德国的多项的资产 那这些资产呢 应该呢 就是生意做得大 但是又赚不到钱那些咯 那汇丰银行做不到而已 就被人做咯 是不是呢 那如果自己又拿钱回来的话呢 那未必会派发特别股息 不过如果他拿钱回来的话呢 他手头上松动了的话呢 一路可以继续用三十亿美元 三十亿美元这样的回购计划呢 都可以呢 令到那个 汇丰银行的股价呢 应该顶得住的 唯一一个难路虎呢 就是这个坏东西 就是这个平安资产管理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汇丰的第二大的股东来的嘛 那他手头上拿着股票的话呢 值成千亿的嘛 那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赌出来的嘛 不过放心 因为呢他拿着超过五个百分钟的话呢 他一sell股票出来的话呢 一定市场上一定会有消息的 那所以大家都会知道的 那所以呢 这一批的股份呢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售啦 如果他不出售的话 那就没事 是不是 接着呢 再加上这个煤购股份计划呢 理论上可以将这个股价呢 再推上去呢 我觉得一点都不出奇 也都非常之好的 好了问题出现了在这里了 那假设 现在的汇丰银行呢 发行的股票呢 是高达185亿股的 如果 每年啊 每一季度都可以拿30亿美元出来的话 那一年就有120亿美元咯 是不是 这120亿美元呢 如果以70港币 70港币来计的话呢 其实每年呢 汇丰银行呢 一共可以回购的股数呢 是高达13.37亿股的 那这13亿378亿 13亿378亿股的话呢 那大概呢 占那个 呃 街外的股份呢 大概是 就是总股份的7.22%啦 那你想想哦 如果市场上呢 那些股份越来越少 是不是 而且呢 有那些长程的股东啦 一路拿着这些股票 都是不放那些呢 市场上的供应那个股数呢 越来越少 那股价呢 升上去呢 就很大机会啦 那当然啦 汇丰今年呢 就是生意做得好啦 那希望他呢 不要裁员啦 因为香港已经很难熬的啦 那不裁员的话 有看下什么地方 可以再减低那个成本的话呢 那就最好了 那新的CEO呢 就出来了啦 那听说这个新的行政总裁呢 他懂得讲国语的哦 那不知道沟通上 会不会跟中方那边有得沟通多些呢 那如果有的话 最好啦 那摩根斯丹利呢 就说了 他说现在呢 有个新的CEO出现啦 那这个新的CEO出现的话呢 是一件好事来的 因为这个安排呢 令到市场上呢 消化了一些困扰 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呢 大摩呢 仍然是维持呢 汇丰银行 增持这个的说法 而且目标价呢 就设计在大概77.6 好了 现在呢 汇丰银行70元呢 没够嘛 再升多几元的话 即是去到77.6的话呢 大概要升多10% 不知道大家觉得 汇丰银行 在下半年 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再升多10%呢 如果有的话 那就皆大欢喜啦 好 我们就以这个目标价 为我们今年来的目标 希望汇丰呢 继续加油 做得更加好 为我们香港本地股呢 争一口气 好了 这一集讲到这里为止 多谢各位